第十六题 阿瑞将钠放在燃烧池中 并有九晶灯的火焰加热 使钠在空气中燃烧 最后再将其氧化物溶于水 则下列有关于实验结果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根据我们在上课做过的实验的结果 我们发现钠因为活性大的关系 很容易在空气中燃烧 所以选项A说 钠不易在空气中燃烧这是错的 那么我们也曾经背过教过 我们钠的火焰燃烧颜色是黄色的 所以选项C说 钠的火焰颜色呈绿色也是错的 那么诸选项说 钠的氧化物水溶液会和背壳反应产生气泡 背壳的碳酸钙 它会跟酸作用产生二氧化碳 也是所谓的气泡 可是钠的氧化物的水溶液 金属氧化物水溶液成的是碱性 所以它并不会跟背壳作用产生气泡 所以诸选项也是错的 所以只剩下B选项是对的 因为钠的氧化物水溶液成碱性 碱性可以使水溶液呈现蓝色 所以选项B是对的 所以我们第16题问我们说 下例有关于实验结果的表述树合得正确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B 钠的氧化物水溶液可使水溶液成蓝色 因为钠的氧化物水溶液是碱性的 还能够出现 这些氧化物水溶液 那天是 谢谢大家